感冒是发生在鼻腔与喉咙的上呼吸道感染 流感则是由流感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许多民众对感冒和流感经常搞不清楚 因为感冒和流感有很多类似的症状 不容易直接从患者的症状来判断 如果说只有单程咳嗽流鼻水 那这个就是尽量不要去喝冰 那你流鼻水有时候会鼻塞 也会造成头晕脑胀甚至会头痛 颈部紧紧 那咳嗽的话有些有痰 所以要看那个痰的 如果说你有绿粒的痰 或者很稠 可能要加一些发痰剂或者抗生素 那流感的话因为 现在目前它有分三架四架 三架就是主要针对是A型流行性感冒 A型流行性感冒因为感染的机率比较高 目前这几年因为也有B流 B型流行性感冒 所以厂商又有制造四架 就是可以预防A型跟B型的流感 所以有预防针代表说对人体可能危险比较大 那感冒没有预防针 流感有预防针 流感就是流行性感冒的简称 那一般咳嗽流鼻水的话尽量就是 当然是冰冷的东西不能喝啊 尤其在咳嗽的时候 你有六种这个水果尽量不要去吃它 西瓜 水梨 即死 番茄 火龙果 香蕉 这个比较良性的 你吃的这个会咳更厉害 那青菜也六种 就是白萝卜 山东大白菜 还有常年菜就是苦苦那种芥菜 还有冬瓜 苦瓜 还有省肝都不要吃 因为这个对比较寒性的蔬菜 对咳嗽也都比较不好 流感与一般感冒不同的是 流感症状通常突然就出现 多数患者会直接出现发高烧 胃寒 头痛 肌肉关节疼痛 极度疲倦等症状 时邦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